将于今晚在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播出 这部剧讲述了风云动荡的时代大背景下 各方势力被封锁在和平饭店 在240小时内展开了一场智力博弈 无论是密闭空间的编剧手法 还是知性女神陈述和前夫哥雷佳音组成的土特产CP 以及该剧与谍战高能悬疑之余的轻松幽默质地 都极富创新色彩 令人眼前一亮 故事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 陈述饰演的陈佳颖 还是人们熟悉的福美阿罗民国丽人 不过这次的身份更神秘复杂 表面上是海归医学博士 南铁技药部门的高级真级专家 全球仅有的十多位行业痕迹分析专家之一 其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潜伏在日特机关的一双最犀利的眼睛 雷佳音饰演的王大鼎是黑瞎子领二当家的 从小在绿林界耳目日染 怀揣土地牵下的理想 拥有土匪全套技能 又去学习过戏剧美术 这种爱读莎士比亚的高学历文艺土匪人设 在以往的剧中很少见 堪称一大吸睛亮点 而硬汉行男李光杰现实生活中 与雷佳音是老Boss组合的亲密损友 在剧中饰演一位黑面铁血警长 斗士饶性情难测 一正一邪 与雷佳音之间斗智斗勇的猫鼠游戏 也是相当刺激 有看点 在首播两局中 陈佳音位在火车站接前来考察路线的联络员 王大鼎为追查本地大亨流入民间的鸦片 在一片混乱中 两人阴差阳错地躲入和平饭店 并为了各自的目的 不得不假扮夫妻 斗警长也进入饭店展开盘查 因为不慎遗弱的一枚共产国际徽章 王大鼎惹出了麻烦 导致饭店被彻底封锁 这家饭店看起来风平浪静 其实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环环相扣的悬念冲突 及险象环城的剧情设置 一定会叫人大呼过瘾 陈述雷佳音全心突破 共赴幽默悬疑谍战战 陈佳音和王大鼎 一个是身负秘密任务的 高智商海归学霸 一个是东北话 十级的段子手土匪 这两个看起来 男友交集的角色一旦相遇 免不了上演一番欢乐户怼 片花里 陈佳音兴眼圆灯怒斥人渣 颇有趣味 他们由互不信任到联手抗敌 组成了剑拔怒章 效果频出的土匪加特工 加共产党的土匪 注意到这里 这次回到这次回到后 明镑造成了剑洛 男友交集中 温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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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